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间隙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笛 找寻了几个世纪 谁如此坚定不应 一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痴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交入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甘的约定 看见了吧 这就是护合本 把昨天那厨子 就管闲事那厨子给我叫出来 快点 快 来了 找明白谁是谁爹了吗 看见了吗 护合本我都带来了 他到底是谁爹 一会儿你就知道 赶紧再看我爹请 不好意思啊 老先生呢 昨天已经退房了 这就 就退房了 不是 你凭什么让他退房 老先生要退房 我们酒店是无权干涉的 你说把他藏起来了 要不然 我带您看看去 雷哥 朋友可能给咱爸换房间的 先别说了 走 你们俩到边啊 走 走 走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干修的 用你说 该干吗干吗去 刚才您儿子来了 不过已经被我解决了 您好好在房间休息 还有 这个电话千万别接 真是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 您好好休息 其实 其实这件事也怪我 你 没什么 您休息吧 多谢了 其实我呀 也不是故意要住在你们酒店 找麻烦 我只是 在等一个日子 等一个日子 你会知道的 好 行 你忙去吧 好 好 孙剑 过来 夏哥 怎么了 就是这间屋子 里面的老先生 他要有出去的迹象随时告诉我 好的 交给你了 乐乐生病了 您好 您好 那个 你是 是夏雨晴夏哥让我过来给您送饭的 我叫孙剑 是这里的客房服务 您现在要吃饭吗 今天饭不吃了 我有及时要出去的 可是您现在还不能出去 不行 我必须出去 老先生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下去给您叫车 叫好了 然后叫您下去 哎呀 你别添乱了 老先生 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乐乐怎么样了 你还关心您家乐乐呀 还带一群人人出来了 乐乐 就你这厨子 你不说他退房了吗 乐乐到底怎么样了 爸 咱自己家人的事咱回家说 咱不能当着外人 说咱自己家的事 就是爸 你老跟外人串通来对付你亲儿子 是不是老糊涂了 乐乐到底怎么样了 得的什么病 老爷子 您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两个串通起来骗你 想把你引出来 我相信您的孙子肯定没事 可是有照片啊 就算有照片 也不一定是今天的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来着 还有你 你说我什么 我骗 你想说什么 我说你要抓走你爹 我抓 我告诉你 你个厨子 用词得注意 什么叫我抓我爹 这是我亲爹 我是亲儿子 我是带我爹走 知道吗 反而你们酒店 现在是控制我爹的人生自由 我能告诉你们知道吗 对 我能告你们非法拘禁 知道吗 差不多得了 什么叫做非法拘禁 我们得有正规的手续 我都要看看 什么叫做非法拘禁 好啊 你们酒店这一定要 插手别人的家务事喽 我们这叫做路见不平 一声吼 还该出手时就出手呢 你听歌听多了吧你 我劝你们 最好不要在这儿闹事 要不然就不知道 报警人是谁了 你是哪个不 你干嘛呀 酒店员工打人了 酒店员工打人了 快来看啊 酒店员工打人了 酒店员工打人了 不敢收拾你们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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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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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啊 快来看啊 他可是五星级酒店的员工 动手打客人 我找最好的律师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破产 告诉你们关门 够了 你快起来 起来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之前 我一直顾念着 我是父子 即使知道你们两个是混蛋 但也不愿意撕破脸 可是这一次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什么 我们哥俩过分 我们俩是你亲儿子 爸 爸 你和着一帮外人 欺负你亲儿子 你不过分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明天 就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走 不能走 不能走 什么叫明天啊 叫保安 再不信就报警 叫保安还是叫警察 你们俩选一个 你俩选一个 明天啊 给你机会 明天 一玩没玩 干活 怎么样 没受伤吧 当然没有啊 我跟你说 别说没动手 要是真动气上来 那俩都不说我对手 随便虐待 你啊 总是那么冲动 以后做事情前呢 多想一想 得不偿失的事情啊 少做 我知道你不喜欢 别人碰你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要是换做别人 我根本冲动都不会冲动 你记住啊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都会挡在你的面前 当然了 谁也是我的邮件 以后啊 我会让你多多记住我的邮件 你呢 确实什么事都还挡在我前面 但是每一次 我都要跟你上后的啊 你真好啊 冰来降的 天生一对 坐好 少说这种俏皮话了 说点正宁事 老人家那边 准备怎么解决的 自古清关 都难断家务事 毕竟血浓于水 不是 这种人 已经很不可以了 你还没理好 可是你很不理好 你不能去 她们不能去 还不能去 最爱的 你怎么考虑 你怎么可以 你到底没看 那些什么 你需要 我能尝力 在那里 我会要没有 你很不理好 你没有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有出息了 这么大的老板都被你搞定了 你还没出息 行了吧你 我呀 我得先搞定那个老头 要不然我这下半辈子 也只能跟顾外嫖妖妖打交道 拜拜 不能吧 这不能感动天感动地 还不能感动她 乐乐 想爷爷了吗 想 爸 你要没什么事 咱就回去吧 这再好久见 她也不如家里不是 这家人啊 就是家人 这外人啊 就是外人 是 前日子我这态度确实有问题 我跟您道歉 但是 这打顿的胳膊还连着筋啊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你说两句 对对对 爸 大哥平时就是一根筋 你别跟他计较 您不疼我 您不得谈您孙子乐了 您这日子不回 他可想您了 没什么事 咱就回去吧 咱们家的事 总有外人相关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分量 跟我想的一样 最后你们一家 其乐融融 是我多管闲事 跟那 Mother 这边做了 我让你打开 一辈子 我给你打开 怎么样啊 还是觉得和这些盘盘弯弯打交道靠谱吧 你们都听说了 在咱们这儿什么传得最快啊 八卦呀 可不是吗 我现在就落到一个别人嘴里 茶余饭后的结局 这颜总的公司一直想找机会 把业务拓展到酒店 现在咱们酒店也是正在需要 吸纳一部分的资金 虽然目前只是让我们JR 承接他们公司员工的培训 还有客户的接待工作 但是长期合作下去 一定会对我们很有利的 你现在监顾公关部总监 还有餐饮部 还需要费心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辛苦你了 得跟我客气什么呀 什么时候签约啊 明天就签了 好 我把这些都整理到文件里边了 你看一下吧 嗯 好 她果然 对触碰十分的紧张 嗯 那个 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去忙吧 啊 对了 帮我提醒一下陆珍珍 她去走秀的时候小心一些 不要摔倒了 是这样的 之前那个地方我也去参加过活动 那个舞台很滑 我刚刚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 我怕我自己等会儿忘了 你看到她的时候提醒她一下 好吧 去忙吧 那我先走了 是吧 好 喂 喂 袁冰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听你说八卦 陆珍珍 你现在在哪儿呢 大哥 车都已经来接我了 先不跟你说了 你真的在修场 陆珍珍 你可听好了 今天你可小心点 千万别摔倒 韩袁冰 你有病吧 平白无故着我摔倒 我压着 马总 最近酒店都在传一个谣言 什么谣言 说马总最近重用韩袁冰 而可怜的夏雨昕 却被打入了冷宫 马总和韩经理要破镜重圆了 夏雨昕 这里是办公室 说的正事好不好 好了 不跟你平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有多贵啊 这个有多贵啊 这个是塞尔维亚皮的奶酪 一千欧元一千克 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客户 指明想要的 我就订了一些 因为这个东西产量很低 所以很难得 你怎么会有啊 这个破东西这么贵啊 嗯 我还真是不懂这些有钱人啊 这么难吃不说 我想请问 有几个人能吃出 这根普通奶酪的区别啊 这个是给厨子订的 还是给客户订的呀 怎么这么说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为什么会有这东西 因为都让后厨的厨子 给换了呀 我跟你说啊 其实那些有钱人呢 他们也吃不出来啊 就是为了装挡自靠呢 真货可都在厨子堵子里 你到底哪儿来的 反正我就要了这么一小口 我是为了当卧底 能够完美地完成 组织任务才要的 好了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这样吧 你再去想办法 把它查清楚一些 看看能不能掌握 更多的证据 你放心吧 这事冒在我身上 去办吧 夏雨晴 嗯 嗯 辛苦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不辛苦 为老本负 哎 哎小夏 叫我 你过来一下 我想麻烦你帮我个事儿 我想麻烦你帮我个事儿 什么事儿 麻烦你帮我啊 请一些相关的朋友 还有新闻媒体的人 我想召开个新闻发布会 麻烦你啊 按礼拜的意思 帮我准备准备 不好意思啊老先生 我就是个餐饮部的 可能帮不了你的忙 对啊 他一厨子能帮什么忙啊 要找得找他们老板 不管 这个忙我一定要去帮 爸 爸 坐 赶紧坐下 韩元彬 你个乌鸦嘴 怎么了这是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哎 要不是你平白无故咒我 我能在那么重要的秀上 摔个大跟头吗 我陆珍珍从来 没这么丢人过 不是吧 你真的摔了 你还敢问我 哎陆珍珍 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客啊 接触 我的意思说身体方面的接触 当然有了 就前几天 他帮我选这套衣服 我要走秀 然后帮我拉拉链 就差点晕倒了 哎 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吧 怎么会啊 这不可能吧 这次颜总可以说服公司其他人 选择咱们JR 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尹总对我们之下的 信任和支持 不用客气 我和你们宋总是老交情了 连总 马总 合同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签约吧 哎 来 您请 好 那我们的合作就算是达成了 好 马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马总 怎么了 没事 老毛病在了 韩总 您帮我送一下颜总 华总 要不要紧 没关系 就是老毛病有些偷偷 韩总 记得送颜总 走后面不要紧张门 不要晚了 好 你用 请 马总 你休息一会儿啊 那么马总 身体不太好啊 挺好的 挺好的 颜总 这边 颜总 这边请 你不收好多了吗 现在又怎么了 是好多了 至少 这次没有晕倒 要不然咱们换一家医院吧 夏雨晕 我都说过了 这家医院已经是最好的 不用还 不行 再去一次医院 我不放心 好啦 去的话也是白去 对了 那个 叶先生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差不多了 只是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你先好好休息 来 喝水 颜总 这两天在酒店休息了怎么样 很好 这儿环境 服务都不错 咱们合同已经签了 接下来我就把它落实下去 好 把握留步吧 颜总 再会 再见 期待下次见面啊 颜总 是 韩总 赵总 这边有点事情需要你们处理一下 可以麻烦过来一下吗 忙 忙吧 颜总 您没事吧 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从监控的视频显示 很明显是司机先看到颜总 有意撞向他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马总 你可别怨怨我了 我说了 我昨天喝了一夜酒 我早上还在晕呢 我根本不认识颜总 怎么会撞他呢 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是我故意撞颜总的吗 对我有什么好处 既然你咬定事物伤 那就交给警方来处理吧 酒店以后 你也就不用再来了 我会辞职的 但是颜总的医药费 我可付不起 再说是工作期间做的事 算是工程吧 滚 赵总 司机这边的事情拜托您了 好的 没问题 马总 就这么方法的走 不然还能怎么办 他现在一口咬定 他是误伤 我们手上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不过颜总那边 放心吧 颜总他没大碍的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但是 我们的合作 有可能就此搁置了 对 刚签完合同 就在我们酒店门口 被酒店的车给撞了 合作方对酒店的管理 难免会有些质疑 这样吧 你再去安抚一下颜总 态度一定要诚恳 务必把这件事情影响 给我降到最低 好 我知道了 马总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很蹊跷吗 你有什么想法 先说银行贷款 一波三折先不说 我们这儿好不容易 申请下来的钱 就出了税务问题 税务这儿刚解决 颜总就出了事 不认识吗 商场如战场 看来一直有人 想跟我作对 不过对方也太心急了 先不管了 冰来降荡 水来吐云 你的安全 我来负责 你帮我提醒一下陆珍珍 让她走秀的时候小心一些 别摔倒 安总 记得宋云总 走后面不要走这门 不要玩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吧 好嘞 走了 数什么数 回家出去 好嘞 走了 宋总 宋总 事情都已经摆平了 您放心吧 什么叫摆平啊 你是黑社会啊 这叫有问题解决问题 当然 这些人只注重钱 只要钱移到位 一切都可以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管其他的 再说了 这件事如果揭发出去 对她可没什么好处 比如啊 比如琳达 她有问题 你也得去解决问题嘛 她呀 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波宇号什么 一号财 二号色 琳达恰好这两样 都能切中她的要害 最近 因为夏雨晴去了餐饮部 所以 我们有很多事情 需要更加谨慎才行 我怕她顺头摸瓜 摸到了郭宇 所以 我才暂时 让琳达和郭宇 减少来往 才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可是我对郭宇没数 你小心她 好的 韩大少爷 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 准备请我吃夜宵 我今天找你有点事 先回去吧 好 我想问你啊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可爱的病情 你是说脑部阴影的事情 我问她了 她说她已经检查过了 没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可爱每一次头疼 或者晕倒的时候 都是因为跟别人 有过身体的接触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真的 上次也是因为 她帮我弄衣服 碰到了我 然后就头晕 晕倒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接触恐惧症 还是跟脑部阴影有个问题 这我也不太清楚啊 但是我发现啊 她每一次跟夏矮行 接触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事 这你有没有发现 这倒不会吧 就算是接触恐惧症 那也不能分人啊 当然我这 只是担心可爱的身体啊 所以一直观察 但是不确定 所以我想拜托你 问一下夏矮行 来证实一下 这样咱们也可以放心一点 对 是挺奇怪的 你突然间问这个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我在酒店送我们合作伙伴 颜总出去的时候 发生一些事故 我怀疑这是有人蓄意为之的 这合作也因此单制了 所以你想说什么呢 你最近千万不要给可爱者 任何的麻烦 我陆珍珍就不会 无缘无故 给任何人添麻烦 来 来 就知道你会来跑步 来 给你的 什么呀 打开看看喽 神神秘秘 来 鸡汤啊 尝尝 心灵鸡汤 怎么样 还挺好喝的 是吧 嗯 老板 你不知道那后厨啊 真不是一般人待的地方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 第一助理的位置啊 有点型啊 我 你要是想给我回来 做第一助理的话 还是要看你自己表现 我 我都送鸡汤了 这表现还不好啊 你不知道 我这可是出卖了色相 才换来开火的机会 出卖色相 好恶心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酒店可不信这个啊 让我喝 你要是喜欢 我每天都给你做好不好 有什么 没什么 我是想说 你多喝点 以后再做 少放点盐啊 唉 你 那我 你说毛家官的老板 怎么在界儿开发布会啊 对啊 为什么不在自一酒店开啊 听说他生病了 可能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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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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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人不可貌相 沒想到人家 還是個酒樓的老闆 怪不得兩個孩子 昨天昨地的真啊 確實啊 要是三塊兩嫂子 也不至於 我說你是不是傻呀 能在我們酒店入住的 那都是有身分的 是啊 看著吧 這老不死可 他想明白了 就說根本他不要硬碰硬 早把你兒子搬出來 咱爸根本不在話下 是 早聽你就對了 少了這麼多事 沒事 這回咱們風光了 看誰還敢欺負我呢 老先生 這邊請 今天把大家請到這裡來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毛家灣開店已經二十年 從一家小門店 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全靠大家的支持 所以 我葉凱明決定 在我百年之後 為了回饋社會 回饋大家 我將把我所有的遺產 捐贈給 關心下載工作委員會 所有的資產 留給 山區 兒童的養餐 謝謝大家 我這基金隊 都是你他們出的搜主意 還不他們因為你 要不是你 別拍別拍快走吧 不能過去 你們不能過去 你們不能過去 我找我爸 老先生 來吧 其實啊 這個決定我早就已經做了 你還記得我曾經跟你說過 要等一個日子吧 記得 就在今天 今天 是我和過世太太的結婚紀念日 我一直期盼著 那兩個混蛋 在此之前 能有所改變 但似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 我要給我太太 一個交代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您只是 你以為我是心軟了 無原則和底線的 原諒那兩個小混蛋 說實話 我曾經原諒過他們很多次 但是都沒有用 老先生 這件事情您做得太對了 我特別支持您 謝謝 聽說你最近很忙啊 那個小馬總 暈倒了是吧 你去照顧了 老先生 您就別打去我了 我能包上什麼忙呀 我們小馬總 他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好不容易和天池公司的人 談了合作 人家老闆又在我們酒店出了事 所以 就慌了 天池公司 老總是不是姓嚴啊 對 但是畢竟是在我們酒店出了事 所以合作求 這個老爺哪 你認識顏總 有些交情 我得好好說說他 這明擺著是個意外嘛 真是越老越糊塗了 要是顏總 有您這麼神明大義 我們馬總就不至於這麼偷疼 小伙子 我看好你啊 你們馬總 有你這樣的員工 真是他的幸運啊 你們忙著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找什麼事 馬總 其實就是想跟您說一下 廚房的事 這個廚房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椅子充好的 咱肉也根本幹不出來 而且他們換東西的方法 你想都想不到 尤其是後廚 簡直像個小的王國 從上層到下層 如果他們齊心的話 咱們是更查不出什麼東西來了 馬總 你不給點反應嗎 他們可是要把好貨拿出去賣的 這些啊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 JR的管理一度很混亂 後廚尤其明顯 所以 才會造成今天這樣混亂的現象 但是你們知道 我需要的是證據 那種只要我下去查 就能夠查到 問題在哪裡的證據 就比方說 你帶回來的奶酪 我已經知道 它被調換到後廚了 那我只要去找 就可以準確地拿出來 檢驗一樣 你們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你就是因為這些亂象 才讓我去當臥底的吧 臥底算了吧馬總 夏哥是您的人 這誰都知道 不然的話為什麼 那麼多人都一直背著他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盡量 再疏遠了 疏遠沒用 你想想看 夏哥進入中央那麼長時間 他們只讓他刷完 這證明什麼 這證明他沒有進入內部 沒有進入核心 那沒有進入核心那怎麼辦 那就是排搭 也對 要不然你去吧 我 不是 我去換湯不換藥 也沒用 那你說怎麼辦 這辦法呢 這也不是沒有 什麼辦法 快說 這黎濤對你的感覺 不是挺好的嗎 吸收一下就完了 滾 滾 有多遠滾多遠 滾滾滾 好 來馬總 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麼事兒 就是老先生和他的夫人 不是結婚紀念日了嗎 嗯 我就在想 咱們酒店 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驚喜呢 批准 這件事啊 我已經交代韓元斌去辦了 不過呢 你跟老爺子更熟悉 所以你去協助他一下 果然心有靈心 對了 今天老爺子的行為 讓我覺得很震撼 也很感動 老爺子的夫人過世 他的兒子又那麼不孝順 可能在外人眼裡 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 但是他今天的行為 卻讓我覺得 他的內心很幸福 你說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是境界 境界的高低 決定這幸福的多少 而慈善 是老爺子傳遞幸福的方式 老先生有他自己愛的人 即使夫人不在了 他只要想到自己的夫人 他就是幸福的 當兒子不孝 他決定提升自己的境界 去做慈善 用心去愛更多的人 從而他的境界得到提升 有一種深化的魅力 作詞・緞曲 李宗盛 作詞・緞曲 李宗盛 作詞・緞曲 林宗盛 作詞・緞曲 李宗盛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翻查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还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听见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任你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忧郁却做灿烂 在谁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优优独播出品 中文明星期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